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车入库 我是Jim 之前在Avita U2的视频中给大家预告过 Avita U2车型将会在11月下旬跟大家见面 果不其然 Avita U2本次登陆了2023年的广州车展 那作为本次车展的重磅新车之一 其实它的身上还是有非常多的亮点 那么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咱们一起看看它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走吧 Avita U2同样采用了Avita家族的设计语言 这个咪咪眼的造型有人觉得丑有人觉得帅 但我觉得它足够别致 那在细节方面其实它整体的造型跟Avita U1非常相似 但是在尺寸上面得到了升级 现在整个车头前脸看着 有一种微笑的即视感 那么这个发光的车标同样采用了一个扁平的设计 那整体设计下来以后 比Avita U1我觉得是更加的科技 更加的具有未来感 那么走到车侧 相信你应该会跟我一样 首先被它的这个电子后视镜所吸引 那至于它的成像质量怎么样 咱们等会在车内说 不过就这个外形来看 还是相当的具有科幻感的 那侧面的整体线条是一个溜背型的造型 然后搭配上这个26540R21的又扁又宽又大的轮胎 让整个车侧看起来是相当的具有运动感 那这车侧取消了实体后视镜以后呢 在车尾处啊 Avita U2也非常大胆取消了一个东西 没错 就是它将后窗给取消了 因为之前在Avita U1上呢 有一个小小的后窗 但是你实际上是看不到东西的 你还是要依靠车内的流媒体后视镜 那在Avita U2上 它索性就把它拿掉了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让整个车尾的一体感呢 是非常强的 那搭配上这个发光的logo 以及这两边细长的尾灯组呢 让整个车尾的辨识度啊 提升了不少 不过因为Avita U2呢 它取消了后窗 所以说它可以将后备箱的整个开口的角度啊 做得非常的大 那可以看到它后备箱的平整度呢 还是相当高的 而且啊 它的后排两个座椅可以放到 所以说整体的空间呢还是很大的 但在这个隔板的下方 因为是有一个低音炮 所以说下方的储物能力呢是没有的 但是啊 这台车呢 它有一个前背向 所以综合来看 整体的储物能力 我觉得是完全满足家用车的一个需求 坐进这台车的第一感觉啊 首先就是我被屏幕给包围了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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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这里 哪哪都是屏幕 说实话真的有一点应接不暇 那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啊 Avita U2呢 采用了一个造型非常扁平的方向盘 那你可能会有个疑问 这上下这么窄 我怎么看向仪表台呢 其实这台车是想让你通过方向盘的上沿 直接去看向仪表台 这点从它的方向盘调节中就能体现出来 能看到呢 这台车它的方向盘可以调的非常低 比市面上的大部分车型 所要调整的范围呢都要低很多 中间这块屏幕呢 搭载了最新的鸿门4.0系统 那鸿门4.0系统呢 相较于之前的系统来说 它整体的功能 包括一些界面的设计 都会有更多的优化 不过除了系统啊 我最关心的其实是这个升级 那就是它自带的这个地图了 之前在Avita U1上呢 我体验过 它的地图啊 真的是不太好用 那这次啊 它更新以后 采用了与高德联合研发的一个地图 那好用的程度 相较于之前来说 那简直是不知道提升了多少 那说完了中间的这块屏幕呢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Avita U2最大的一个亮点 首先呢 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 电子后视镜的显示效果 那我也不用多说 其实整体的显示效果 比我想象中要好一些 但是我觉得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呢 这个因为它是平面 所以说你很难判断这个后方的物体距你的距离有多远 那丧失了那种看传统后视镜的一个纵深感 所以说这一点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那中间的这块待遇屏呢 可以看到呢 整体的显示效果还是相当的细腻 包括一个观感呢 也是比较震撼的 但是现在的功能呢 比较单一 中间只能简单的显示一些小信息 那我觉得如果说是中间只能显示这些信息 而不能再进行一个玩法的开发的话 那我真的感觉有一点杀鸡鸡用牛刀的感觉 在屏幕的下方呢 有一排实体的按键 主副架的车窗开启功能呢 被集成在了其中 那最中间的这个按钮就是360度环影 一键直达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往下来看 这里呢是两个无线充电面板 不过与一般的无线充电面板不一样 当我把手机放下去的时候呢 它会进行一个检测 当检测到手机正在充电的时候 它会缓缓的下降 觉得不错 这还是非常有仪式感 不过还是在一些细节方面 我觉得阿维塔U2呢 还是能够进一步的优化 首先就是之前在U2上就发现的 屏幕下沿磕腿 在U2上呢依旧没有得到更新 可以看到呢还是会磕到腿 而且这个脚还挺尖的 那磕上以后呢挺难的 还有一个我不太能理解的点啊 你说阿维塔的设计是为了简洁 把车窗的按钮呢 楼到了这里 但是它在这里啊又设计了一个 属物箱 那说实话 如果让我来选的话 我会选择把车窗控制按钮 放在这里 而不是一个属物箱 OK那坐进阿维塔U2的后排呢 首先能感觉到比阿维塔U1的后排出实了不少 因为它不管是整体的用料 包括是设计方面呢 明显是经过了一定的优化 那在细节方面呢 可以看到 虽然说它整体的空间还算不错 但是因为它前排的这个座椅分析呢 比较小 我的脚呢 并不能完全的塞进去 所以说会让我的腿长时间保持着一个 比较直立的状态 那这就会显示出来腿部的支撑其实是不够的 那长时间乘坐的话呢 腿酸腿胀是逃不掉的 不过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小设计啊 就是它的这个后排的地台呢 是采用了一个下凹的设计 这个设计在近几年的星园车中呢 还是比较少念的 这样设计的好处呢 就让我的腿部空间 纵向空间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虽然说它是一个溜背的造型 但是它的头部空间呢 也并不会很紧凑 大概是有四指左右的距离 顺便提一下 我的身高呢大概是在185左右 所以说整体的空间 大概能给到你一个参考 那最后来一个简单的总结 目前阿维塔12这台车呢 共有三个版本车型 售价分别为30.08万元 34.08万元 以及40.08万元 那其实这台车呢 它的三个版本车型啊 都标配了一个三激光雷达 所以说这点呢 还是比较厚道的 那对比它的主要近平车型 质借S7来说呢 那台车呢 如果你要选择一个 自驾入门版的车型啊 它的售价呢 也几乎是来到了30万元 所以说两台车的差价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那在这两台车里面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当然会选择这台 阿维塔12了 那如果说你的预算 还能再加那么一点点的话 其实我个人更推荐的是 中配版的车型 也就是售价为 34.08万的那一款 因为它不仅能有着 更强的动力 同样呢 也能提升整体的一个用车感 带来更加完整的一个用车体验 怎么算啊 都不亏 好了 那关于这台阿维塔12 你还有什么想说呢 咱们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